中国散打第一摔法高手 竟然被练习中国武术的老外狂摔 最后甚至躲在那台角落抓住围绳不敢出来 你敢相信吗 1999年中美散打退抗赛在美国夏威夷举办 在这场80公恩级大战中 对阵双方分别是美国散打王康里和中国散打王纳顺和日乐 纳顺对于中国老全民来说并不陌生 他是中国散打第一快摔王 来自蒙古的他从小就练习博客摔跤 并且成为了当地的摔跤高手 随后改练散打 因为扎实的摔跤基础和强悍的身体素质 教练特意为他制定了一套打法 以低扫重拳和快摔为主要进攻手段 凭借这几招他足以消耗国内散打界 从1988年到2001年 国内的80公恩级冠军几乎都被纳顺格尔勒包揽 他的快摔也成为了国内散打摔法的典范 纳顺的对手康里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散打名将 他的母亲是一位越南华裔 在很小的时候 康里就练习了跆拳道 中学时期开始接触摔跤 并且成为了美国摔跤洲际冠军 在21岁的时候 康里接触到了散打 那种又能摔又能踢打的武术 让康里非常喜欢 于是他跟随美国散打之父 少林武僧刘向阳练习无数散打 并且加入了美国散打队 凭借扎实的摔跤功底和强悍的打击技术 康里称霸了美国散打界 在商业赛事中多次获胜 但在锦标赛中 康里却吃鳖 他连续参加了三届散打式锦赛 每次不只能获得第三名 一辈子没有拿得过散打世界冠军 恐怕是康里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康里和纳顺的这场比赛是商业规则 比赛一开始 纳顺就向康里发起低扫和重拳的猛攻 但是没想到 康里很快就以摔法控制了比赛节奏 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竟然四次摔倒了纳顺 要知道 在国内纳顺 或是把别人当布娃娃来摔 如今 自己却被人当成靶子摔 虽然康里那些主动倒退的摔法 并不得分 但是给纳顺的心理 造成了很大伤害 即使在拳腿对拼中 纳顺的单发重拳也没有在康里的组合拳中占到便宜 到了第二回合 比赛的主动拳完全在康里手中 而纳顺的体力也似乎出现了问题 他不断躲在擂台的角落 甚至双手抓住围绳 用脚来攻击康里 场面退缩非常难看 现场也是一片虚声 而康里也对此表示了不满 他一边使出娴熟的摔法 一边施展重拳重拳的打击 而最后一回合 堪称一二回合的翻版 纳顺的进攻没有任何效果 康里继续把对手逼到手脚进行蹂躏 整个擂台都成了康里的表演秀 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甚至使出两季剪刀腿将大顺摔倒 真是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最终康里也以碾压般的优势获胜 这场比赛成了纳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也让康里在中国名声大噪 此后康里和刘海龙的巅峰对决 也一直被大家提起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都没能实现 此后康里更是转战综合格斗 不仅拿到了打击力量的金腰带 还在UFC的比赛中 黑由了前世界冠军富兰克林 证明了自己宝刀不老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格斗家也逐渐老去 但是他们曾经在擂台上 对我们带来的热血和激情 却不断激励着年轻人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